为增进附魔透析患者及其家属对透析知识更全面的了解,提高附魔透析患者的生活质量。 圣内科附魔透析中心,每年举办一次圣友会,是在通过组织圣友联谊,举办知识点做集中家咨询,加强意外间相互沟通,接触体会,分享战胜病魔的故事。 使更多圣友融入社会,像正常人一样享受生活,增强信心,提高居家附透圣友的生活质量。 朱州市中心圣内科定于7月21日上午9,林林在朱州市中心住院楼南楼三楼圣内科市教室,举办朱州市中心第二届和中南大学乡, 雅二第六届联合附魔透析室友会,届时将有我科附魔透析专业医生级护士,会议特别乐中南大学乡南二章红青护士长等,为大家授课。 为广大圣友讲解附魔透析患者的生活管理,附魔研及其应急处理等实用知识,现场参加者可获得很大的收获,欢迎广大圣友前来参加。 首先希望广大圣病朋友们积极参加,此项活动旨在普及肾脏病人日常健康知识,使广大圣友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疾病,掌握疾病关键点,以更好的提高生活质量。 肾病发病率近年大幅增多,发病群体一中老年人为主,一些年轻人甚至因而也有可能患上肾衰竭,而只能透析或肾移植,依靠血液透析维持可肾移植费用很高。 而附魔透析是一种价廉物美的项目,以往,在病患心目中,尿毒症,透析是可怕的字眼,斩上这样的字眼将意味着倾家当产,生命垂危,有些患者会出现抑郁症状对生活持续兴趣。 如今,附魔透析的成熟,即广泛开展为患者带来福音,病患们来到这儿,未来的健康便有了希望,生命将重新辉煌,作为医务工作者,能为圣友们做点实事,提供服务,是最大的快乐。 我们的宗旨是不仅要延长肾病患者的生命,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振奋精神,战胜病魔,重新回归社会,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本次训练会的主题是关爱训练,回归社会,目的是搭建一个患者,家属及医护人员三者的交流平台,通过讲座和力气的方式,增进透析病人及家属对透析理念,技术及长期维持性附魔透析病的了解,帮助你们了解自身状况,科学有效配合,建立主动的自我管理意识,树立的勇气和信心, 提高效果和生活质量,附魔透析与血液透析,圣移植一样是重要的审造替代方法。 依据国外资料,预计我国鸟毒症患者大概一百二百万,但是按照全国血液净化病例信息登记数据,我国目前接受血液净化的患者仅仅20万左右,超过80%的鸟毒症患者因多种原因不能接受血液净化。 在国外发达国家和香港地区75%是附魔透析,在我国大陆接受附魔透析的患者,有许多是生活在经济建发达,交通不变的地区。 你们是信任的,在这一贫困地区,你们享受最佳的方案,享受着主要级的医疗资源。 你们是信任的,附魔透析有许多特点,选择不需要每周多次到,而且可以降低透析费用。 附魔透析是目前提高我国鸟毒症救治律的重要途径,有着保护残肾功能,生活质量良好,效果良好,透析患者的预后明显改善。 并存在较低病毒感染,乙嘎,饼干,较低的肺炎击败血症,较低的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发生率等优势。 其相对血透来说较低廉的费用和同样的效果,更符合黄山市的医疗环境,尤其给那些渴望生活自由或偏远山区的患者带来了福音。 在现阶段推广附魔透析是在必行,我约是内科附魔透析规模,在株洲地区发展限速。 目前拥有维持性附魔透析患者,分布于株洲市四驱五线,年龄在17岁至75岁之间,接受附透最长的达西年多。 我们圣科的逐境壮大的同时,也成为了株洲市将大规模的附魔透析中心,为更好的服务于附透患者。 圣内科医生及护士还专程在中山医院及湘安医院的国内高水平附透中心进修,学习先进的理论知识及中心管理经验。 目前,圣内科早已独立完成附透相关手术,在病区内开辟了附魔透析操作室,宣传教育栏,指导光盘,操作示范盘,电子窗,附透病人管理软件等。 为每位附透患者建立门诊随访单案,准备定期每月移到两次电话随访,每两周一次开始附透随访门诊,做到病房室门诊管理。 定期评估附魔透析充分性,解答透析患者咨询,定期更化导管,加强对病人的宣教,帮助病人调整心理状态以适应,改变病人对肾栓和附魔透析的一些误解和错误的观念。 让患者对该种方法更加有信心,并携手努力创造条件,给众多的患者带来生命的曙光,让更多的患者家庭重现欢乐的笑脸。 圣友们对我们工作的信赖与支持,使我们又站在一个新的起点,如何提高专科护理质量,降低病人的附魔研发生率及死亡率,这就是我们复透专科面临的挑战。 株洲市中心圣内科全体医护人员为了建成国内一流的附魔透析中心,一直在努力奋斗,请相信我们一定会成功,期待圣友会我们一幻相聚在一起。 我们每一位医护人员将会为你们提供最佳的优质服务,让你们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